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觉慎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下跌124点来开出 最高点出现在早上的9点41分 来到22344 那么最低点呢 则是出现在下午的12点57分 来到22151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193点 现货的成交量则是来到了3169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结算效应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在辉达及台积电ADR下跌的影响之下 NASA指数中止了日线连八红 也使得台子延续夜盘的走势 开盘就下跌了124点 那么各位 昨天台子期是开高走低 整个高低区间也不过是185点 而今天还是整个震荡区间 仍然是不到200点 那么过去这四个交易日以来 全部都是在季线附近来做个震荡 那么目前我说过 季线就像是一条钢索 每一步都必须要步步为营 那么今天是台子期的一个结算日 在这先前我想一定很多人都在猜 究竟会拉高结算还是压低结算 那么前两天老师透过选择权未平常量的分布 就告诉大家说 这一次其实压低结算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果然今天结算日行情是下跌了200多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教大家怎么样在结算前夕 来判断整个结算行情的走势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图是选择权的一个支撑压力表 可以透过它的未平常量的分布 我们就能了解到主力 就是庄家防守的一个区域在哪里 我们透过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从22400买权你往上加 从加200点左右 大概就是5个旅约价 这里的未平常量全部把它加起来 总共有多少 3155口 那么相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卖权的一个部分 卖权呢 往下加 它的未平常量总共是多少 21168口 那么呢 我们都知道 做选择权啊 买方大部分都是一般的投资人 那么会做卖方 也就是庄家 大部分都是法人跟大户 那么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它往上拉高结算 它被履约将近要3万多口 那么相对的 往下履约它只要2万多口 如果你是坐庄的人 你不希望自己被履约 想当然而 你就必须啊 来压低结算 才会让自己手上的这些 卖方的部位 能够获利最大化 所以呢 透过选择权的未平常量分布啊 往往我们都能够提早知道 整个结算行情的走势 那么呢 除此之外啊 老师还是啊 在这里苦口婆心的来告诉大家 我认为啊 在老师这20多年来做期货跟选择权啊 其实认识相当多的投资人 我看过做选择权卖方十几二十年 每年都赚钱啊 而且一直留在市场上的人 但是我几乎是没看过做选择权买方 能够活到十几年啊 这并不是为言耸听 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 选择权的买方不是不能做 它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你要做避险 或是在大行情来的时候 你要扩大你的战果 它就像是一道调味品 它并不能够当做一个主菜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做买方 每天都希望能够中热透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操作 那么虽然老师没有在带选择权 但是老师愿意告诉大家这些年我所看到的 我希望还是啊 选择权并不是大家每天做当中一个最好的标的 还是要透过指数 然后选择权来当做一个辅助的角色 这样子你的操作 你的投资的生涯才能够可长可久 那么呢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啊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同样高低期间不到200点 那么如何面对这种霞浮震荡的格局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找一步了解到今天整个盘式架构 透过我们的看盘口诀 就是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每天早上用这样的口诀 你就能够快速的分析今天的盘式架构 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虽然下跌 我们会发现到期货跟现货的跌幅在早上是非常接近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今天整个电子期从一开盘到收盘 都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角色 跟过去几天不一样 今天是一个空方空盘的结构 所以呢行情啊在量缩的情况之下 还是要用震荡偏空的格局来看待 老师并不是事后诸葛亮事前诸一样 我们在早上9点05分的时候就已经来告诉投资人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台子前5分钟是成交了3428口 这个数字呢是8月加上9月 因为啊现在是结算日 我们把两个月加起来 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什么总数 那么呢虽然加起来3400多口 可是它还是小于5日均量3700多口 现货的部分同样的 第一分钟只成交了120亿 也是小于过去的5日均量158亿 所以期限或成交量都萎缩的情况之下 波动率自然下滑 那么今天早上期限或跌幅相近 那么电子的跌幅是领先台子跟金融 有利于空方 而且量能偏低 代表呢今天的盘式啊 短线是震荡偏弱看淡 那么结算日要特别留意尾盘的座架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9点05分这个位置 你知道今天的行情是震荡偏空 那么当然当行情出现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选择一个正确的应对方式 只要你跟着我一起来进场 每天早上你不需要看盘 就能够快速的掌握当天的盘式架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更快更简单的方法 当然有 你只要知道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主力是做多还是放空 你是不是就有机会能够赢在起跑点 那么怎么样能够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可以透过老师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的预估开盘价 我们的预估开盘价是22328 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齐开盘之前 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之后 我们把实际的开盘价跟预估价做比较 一秒钟就能够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截图 今天是8月21号 光速指标预估开盘价22328 今天实际的开盘价是22311 当实际的开盘价小于我们的预估价 就代表在开盘的当下空单大于多单 才会把整个价格往下给压低 那么这些空单哪里来的 我说过不会是一般的投资人 因为大家都是要等到开盘之后 看一下技术指标KDRSI 看一下自己习惯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策略 那么再来决定自己的多空方向 只有主力法人跟大户会在开盘的时候 积极来进场 所以透过这样简单的逻辑 我们就能够知道 今天开盘的时候主力是偏空操作 我们再看一下公布的时间 在今天早上的8点39分 所以各位 只要能够在每天早上开盘之前 得到老师的预估开盘价 是不是就能够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笔单 就是跟着主力进场做空 我们看到今天第一笔单是在8点45分 22311的地方开盘价进场做空 那么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空方加速点 再加码做空 9点06分22270的地方 再加码做一笔空单 那么今天行情出现震荡向下 哪个地方是今天空单最好的回补点位 我想当然大家会觉得是在这里 可是事实上透过老师的一个操作模式 今天最好的点位当然就是逆价差最大的位置 前面逆价差大概都是20-20到-30 甚至当中还有正价差 那么最大的逆价差出现的位置在哪里 各位在这个地方 逆价差瞬间来到-62.56 这是从今天早上开盘1.45分到收盘为止 盘中逆价差最大的点位 过去我们讲过 如果当大盘在这里 台子在这里 两个一起往下杀 当大盘止跌台子还在杀 是不是就有超跌的现象 也就造成逆价差瞬间扩大 更重要的是各位 今天是台子的结算日 有所谓的结算效应 什么叫结算效应 也就是说呢 在今天大盘跟台子必须要怎么样 要强制收敛两边到最后一定要完全相同 因为这是结算日 所以今天如果看到逆价差瞬间扩大 就表示在这个地方进场 你就已经先赚到了60点 你可以在这里等待大盘往下来做个靠拢 但是事实上呢 各位因为在结算的当下 往往都是期货向大盘靠拢 并不是现货向期货靠拢 这点大家要知道 所以当出现逆价差最大的位置 就表示呢 这个时候台子会往上跟大盘靠拢 所以这个地方除了逆价差最大 按照过去我们的经验 这是一个转折点之外 加上今天是结算日 这个地方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多的点位 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呢这个位置在开盘之前 刚好也是我们系统所计算出来的一个 关键的转折点这个点位就是在22205 在今天啊 11点02分来到 那么呢 当出现这个逆价差瞬间扩大 而且行情开始往上 我们又做了一笔单 在哪里 11点04分 22200的地方再次进场做多 你只要很简单 开盘跟着主力进场做空 到我们盘前所告诉你的一个支撑啊 把这笔空单平仓掉 一口单就高达了111点的价差 反手做多上去 这边啊 短短10分钟的时间 又能够让你赚到54点的价差 所以不管行情如何刁砖 是强是弱 是多是空 这些都不重要 你只要能够掌握当天的盘式结构 搭配老师的指标 还有操作的技巧 每天你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啊 这个类股分时走势图 今天还是很多人都在想 行情会不会到尾盘拉高 但是事实上 透过老师常常看的 就是类股分时走势图 下面这条是电子 中间这条是台子 上面是金融 你可以看到 从开盘到收盘 是不是电子都保持在一个 相对落后的一个角色 这就表示啊 今天啊是属一个空投格局 空方空盘的结构 行情要大幅上涨的机会啊 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呢透过类股分时走势图 就能够帮助我们在盘中 掌握整个盘式结构的变化 那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早上会员收到的简讯 首先第一个 8点45分 岂止开盘价附近 直接试驾做空 就就是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我们的光速指标 是市场上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做股票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法人大户是怎么做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做当冲 你知道一开盘 主力做多做空 你是不是就有机会 快速的赚到第一桶金 就有机会能够赢在起跑点 所以我认为啊 最做当冲的人来讲 光速指标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我们再来看到9点06分 8月起始22270附近 收讯后试驾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 不管是光速指标还是智能指标 虽然计算的方法跟逻辑不一样 但是都是能够帮投资人 找到盘中一个漂亮的切入点位 而且呢 我们所有的点位都是非常的明确 看得到也做得到 没有什么正负10点 或是正负20点 这种模糊的抠讯 泳城国际头目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头目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艺软体设备 稳固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泳城国际头目 用诚信专业创造的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远国际投雇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另外在早上8点39分 开盘前我们就预告 22-450是今天的压力 22-205是今天的支撑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11点04分 8月期指目前 22-200附近收讯后市价作多 这就是我们的期指当中最佳工具 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阴眼掌握关键 我们的阴眼预判系统 跟别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在开盘之前就事前预告 而不是盘中急急忙忙的挂单 那么第二个 我们在所有的这些 密密麻麻的转折点里面 会帮大家挑选出一道 最关键的压力 跟最关键的支撑 如果你买软体 它会给你很多道的转折点 你不知道哪一道是最关键 甚至一些群组 也会给你很多的什么天地线 所以呢 当你拿到那么多的转折点 你没办法去判断 这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巴菲特 每个地方都可以去挂单 因为大家的资金都是相对有限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老师来帮大家挑 当我帮你挑出来 就是当天最关键的转折点 你是不是就能够集中火力 那么另外呢 假设在盘中啊 价差有出现剧烈的变化 还有切入的机会 老师同样也会发讯息 来提醒投资朋友 做当中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困难 你只要掌握开盘之后的方向 掌握盘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所有的行情 其实都能够迎刃而解 我们再来看到 很多人对做指数 还是抱持着一个戒胜恐惧的心态 觉得指数好像是洪水猛兽 但是事实上我说过 今天所有的操作的工具 风险的大小 不在于工具的本身 而在于操作的人 到底有没有风险的意识 如果呢 你骑脚踏车 大家都会骑 但是呢 你在下坡的时候 你刹车坏了 或是你不知道怎么刹车 同样会摔得鼻青脸肿 那么呢 做指数就像是开跑车 你只要了解到这个车子的性能 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其实它能够比股票 更快速来抵达 你所想要的目的地 我们就以光速指标的 懒人操作法来讲 今天你不需要 特别复杂的技术分析 或是基本分析 这些都不用 你只要每天按照光速指标的 比较之后 跟着阻力来进场 做多做空 我们把过去这20天啊 所有的胜负都把它标示出来 每天呢 胜就代表你进场是赚35点 我们把停损停地都用35点 把它固定下来 每一个胜代表获利35点以上 就像今天 我们用35点来计算就好 那么每一个负代表当天打到停损35点 不再进场 一天只出手一趟 那么用这种方式 用两口台子来做当中 就代表 每一个胜的背后 当天是一口单35点 两口单是几点 70点 70点等于多少 新台币14,000块 每一个胜表示 14,0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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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放到你的口袋里面 而这20天下来 总共20占19胜 表示呢 加起来总共是 有多少 1260点的加差 相当于新台币 25万2,000块 那么我说过 在市场上有太多的拐瓜裂枣 大家的绩效都在吹嘘 嘴上跑火车 造成很多人看到真的操作 反而不敢相信 但是我老师可以跟大家挂保证 我们所有的操作 全部都是真实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每天 开盘之前所用的这个预估开盘价 出来之后 就按照预估开盘价 跟实际开盘价的一个比较 来判断主力的多空动向 每一天的操作 都可以在每一天的节目里面 得到印证 譬如说呢 7月23号 22610做空 7月26号 22048做空 那么今天 8月21号 22311做空 昨天呢 22555做空 那么在前天是 22400做多 这所有操作的多空依据 都是按照当天早上 开盘之前的预估开盘价 所以呢 全部都是可以得到验证 今天你跟着老师这样做 你每天的 最大的损失 只有35点 但是呢 只要能够有稳定的操作的 一个什么 逻辑 能够拿在手上的话 能够有这样好的工具 你一个月下来 各位20个交易日 你两口台子做当中 获利其实已经超过了20万 所以呢 对指数 刚刚开始 恐怕没有这么熟悉的 投资朋友 老师会建议你 用懒人操作法 你每天所面临的亏损 其实是固定 是有限的 但是呢 时间一拉长 它的获利 却是会超乎你的想象 我们再来看到 除了早上 在9点05分 给的第一手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看盘关键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结论的部分 今天量能偏低 空方力道有限 盘中价差表现不稳定 显示多空僵持 结算日通常由 期货向现货靠拢 留意 当拉回的时候 留意价差变化 或有反弹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够快速地 掌握当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不管是想做多 还是想放空 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 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 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 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更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减盘影片 最新的教训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各位从技术面来讲 它已经静悄悄的 已经非常接近 上一次的一个前波高点 也是历史高点 所以美国股市 在最近这段时间 出现一个盘涨的态势 跟我们台北股市 其实非常的类似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不管是S&P500也好 还是NASA的指数也罢 现在都已经来到 至少反弹1 2分以上 最重要的是 就是等到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全球央行年会 开完会之后 究竟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如果按照整个技术面来看 现在已经连续三天站稳月线 使得月线开始走平 而且转折向上 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那么我们再看到 在现货的部分 各位 今天行情跳空下跌之后 而且亮说 在过去有一个惯性 如果出现价跌亮说 各位接下来隔天往往都会有跳空的走势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我们就看到最近这段时间 好这个 这一天你们看到 也是下跌 然后亮能出现所谓的凹动量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下跌这里也是跌了一两百点 也是出现所谓的凹动量 那么今天呢 也是下跌 也是出现所谓的凹动量 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 只要出现凹动量 隔天都是跳空 隔天就是跳空 但是老师啊并不表示说 明天一定会跳空上涨 只是告诉大家 当出现量能极度萎缩的情况之下 隔天往往都会有 跳空的大行情出现 我们做指数最大的优势 就是从来都不要选边站 只要有行情 有波动 就有我们赚钱的机会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台子的技术线型 台子呢 这个9月份啊 现在月线是在21771 你可以看到 9月台子啊 它的季线啊 非常的明显 因为9月份 它是属于一个季月 很早很早就开仓 所以它的季线 很值得我们参考 这几天都在月线上下震荡 这里就像是一条钢索一样 上一次呢 在这里也是一样 回到季线之后 来回震荡几天啊 接下来往下摔 三天就摔到了2300点 所以呢 季线在这里啊 非常的重要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 最近这几天 虽然行情是狭幅震荡 可是事实上呢 未平常量却是明显的上升 从46417 那么昨天来到65120 今天再增加来到了78391 过去这段时间 78000口算是一个中等的量能 但如果是在整个开仓啊 就是成为连续月份的第一天开始 就能够有接近8万口的口数 这就代表现在流仓的人 即使有慢慢而且明显的增加 这表示了行情已经逐渐在酝酿当中 所以呢 这个时候究竟要往上来挑战前高 还是要来回测上一次的低点 我觉得结算之后 行情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变化 但不管行情是涨是跌都不重要 你只要跟着专业的奇博老师 每天都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如果让时间回到今天早上的8点45分 各位如果让时光倒流一开盘 你就知道今天主力啊 是怎么样偏空操作 所以你第一笔单就跟着来进场 虽然跳空下跌了100多点 但只要你能够跟着主力进场 今天就能够空在今天的起跌点 那么当行情开始往下 来到我们空方加速点 再加码做空 那么接下来呢 尾盘开始下杀 事实上这个地方出现 今天盘中最大逆价差的点位 我说过 这是只有盘中你仔细观察 才看得到的一个价位 如果你事后去看 你看不到这个价差 因为呢 这盘中是一闪即过 但老师啊 从头到尾都是盯着行情再看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刚好 我们开盘前所预告的一个支撑 那么呢 在这个地方老师再加码做了一笔 除了在11.02分 我们在22205做多 2200 11.04分 再次进场做多 你换个角度想 如果老师不是非常有把握的话 不可能在这里连续进了两笔多单 那么果然呢 接下来行情是往上走的 光是前面这一段 一口单你就有100多点的价差 接下来反弹上去呢 你可以看也是有50多点价差的机会 如果每一次进场 我们用两口台纸来做当中 各位最基本的点数就有多少 400多点的价差 今天呢这样刁钻的行情 你跟着我做 不仅仅是好法无伤 还有机会能够多空都顺利 获利了结 想要当一家就要找专家 市场上大部分的老师都在讲股票 对指数有了解的呢 真的是少之又少 如果你想要在期货市场上 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资讯 找到比别人更好的切入点位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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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